主观众透画面可以看到就在这个路口 大货车跟机车骑士发生了严重的擦撞 造成这一名骑士呢当场被撞飞 而且还头破血流 送医之后呢目前还在重度昏迷 生命垂危 只警方接获通报也到现场 蓝查到了这个大货车 结果驾驶已经落跑了 这状况就发生在花莲 6月8号早上8点多 发生这一起车祸意外 只是这一辆大货车 其实是偷来的脏车 而嫌犯呢早就落跑了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他们继续来追查 更发现其实这一辆大货车 是在当天早上6点多 就在台东的城宫报失窃 只是警方都没有通报 附近的花莲辖区帮忙蓝查 就这样让这一名小偷呢 开着这辆脏车来到了花莲 甚至还发生了这一起 严重的车祸事故 而且他们更发现这一名嫌犯 竟然在台东境内 短短10天偷了5台大货车 现在有民众就痛批 根本就是警方怠惰 才会发生这一起严重的车祸意外 以上是我们找到绕阵情形 下来是镜头小铺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